老人在家中离奇身亡 然后俯卧藏到在这个现场的厨房地面上 然后身旁有烧毁了的电吹风以及插线板等物品 是触电意外身亡还是他杀 在死者的额部鼻部以及唇部有多处的击打伤 而这些伤心不符合这个触电身亡的这个痕迹 拨开迷雾 嫌疑人竟然是老人的儿子 两点钟左右就出现在了这个案发现场周边的街道上 消失之后直到早上六点 然后才路从这个案发现场周边离开的 千里迢迢杀害母亲 他究竟异域何为 四川省自贡市 地处四川盆地南部低山丘陵区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有千年盐都 恐龙之乡 南国登城和美食之府之争 2018年3月10日 正是岔子烟红的时节 很多市民准备利用周末去郊外踏青 上午七点左右 自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110指挥中心 正在值班的民警 突然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喂 您好 我这里是自贡市高新公安分局 报警电话称 在岩滩区板仓街一十村 有一名妇女疑似在自己家中触电身亡 然后民警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一名妇女 然后扶我 躺到在这个现场的厨房地面上 然后身旁有烧毁了的电吹风 以及插线板等物品 死者是一名六七十岁的老妇 从现场的痕迹看 似乎是触电身亡 然而经过对死者尸体进行检验 几方发现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发现死者身上有被击打的伤痕 警方怀疑这并不是一切触电身亡事故 而有可能是他杀 而后侦察民警再次来到了 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于是我们就对现场进一步的深入的勘察 然后发现这个现场周边门窗完好 然后没有任何的搏斗痕迹 而且这个事情 报警是由于这个被害人的孙子父母 然后早上起床之后 发现自己的奶奶宋某 然后一个人躺到在这个厨房里面 然后向周边的居民求助 这样报警到我们公安局的 所以我们初步判定 这个事情应该是熟人 入室之后 然后进行的作案 死者是个社会关系 十分简单的农村老人 两个儿子在外工作 与孙子生活在一起 平时靠打零工和石荒生活 这样一个农村老妇 究竟是谁要杀害他 又为何要杀害他呢 我们就发现这个被害人的二儿子 一直没有到场 然后并且声称自己是正在从广州赶往自贡图中 然后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周边监控视频 然后以及对他二儿子的相关的轨迹进行了解之后 发现他的儿子早在3月9日晚上10点钟 就已经到了我们自贡室 而且在3月10日凌晨2点钟左右 就出现在了这个案发现场周边的街道上 消失之后一直到早上6点 然后才又从这个案发现场周边离开的 于是我们就觉得他的儿子 有这个作案的时空条件 就提升了他的作案嫌疑 通过调取现场周边的监控视频 警方竟然发现 死者的二儿子傅白莲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警方随即将傅白莲传唤到公安机关进行询问 然而傅白莲矢口否认 他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然后3月9号就神机回来了 然后同时他为了掩盖他 回来杀他母亲的这个犯罪事实 然后在知道五人报警了之后 又通过他的手机 然后购买了3月10日从广州飞回自贡的机票 而且在第一次购买机票的时候 将这个机票的行程买反了 买的是从自贡到广州的这个机票 然后我们出示这些证据之后 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 对他行踪轨迹的一些了解 然后我父母再经过大约12个小时左右的审讯 然后承认了他杀害他母亲的整个犯罪过程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一厅 审理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指控被告人 傅白连犯故意杀人罪一案 现在复庭 传被告人傅白连到庭 2018年11月22日 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期间公诉机关建议退回补充侦查一次 2019年6月4日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今天的庭审 公诉人将对被告人进行询问 逐步解开这起案件背后的真相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动手的 下令决心是什么时候 3月6、7号左右 你就是返回自贡市乘坐了什么交通工具 坐飞机 那么你是在案发当天 是什么时候到的自贡 头一天晚上11点过 被告人傅白连说 2018年3月9日 他先乘飞机从广州到达成都 后又坐网约车 在晚上9点左右返回自贡 而后回到了他从小长大的故乡 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你在作案的时候 除了你和你母亲宋德芳以外 当时家中还有其他人吗 有 是谁 你说一下 侄儿 你侄儿 是 被告人傅白连说 回家的那天晚上 母亲和他大哥的孩子都在 母亲宋德芳看到小儿子突然从广州回家 自然十分高兴 然而 令宋德芳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儿子回家竟然是为了要他的命 你在作案的时候 先后就是用过哪些作案工具 就是 有一节 电线 还有 一个矮板的 你这个电线是 采用什么办法缠到 就是被害人的手上呢 自己手拿来贴过去 他为什么愿意让你就是缠上去呢 当时给他说 这个是 是那个按摩的器械 受着按摩 那么你用没有用过就是从广州带回来一个按摩器 有 请法警出事 法警 向被告人展示证据 你当时是不是告诉被害人 就是给他按摩 是不是用的这个按摩器 是 他相信的吗 是 是 被告人傅白莲说 他给母亲宋德芳买了一个按摩器 那天晚上母亲十分高兴 而后利用给母亲按摩尾借口 用电线将宋德芳的手捆上了 接下来 被告人傅白莲做出了令人发指的行为 你除了用电线按摩器以外 还有一个板凳 这个板凳是你被害人家中的 还是你带回来的 家中的 你具体就是讲一下 这个板凳你是怎么用的 这个板凳 请罚警出示给被告人 罚警将物证 感示给被告人 傅白莲你看一下 是不是当时你这个板凳的碎片 是 为什么这个板凳会变成碎片呢 自己把它砸碎了 然后扔在屋里的角落里 是你把它砸碎了 是 为什么要砸碎它 你有没有使用这个板凳 击打被害人的头部和面部 有 被告人傅白莲说 他用电线捆住母亲的手 用板凳击打母亲的头面部 这些其实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制造母亲意外身亡的假象 接下来他要将母亲转移到厨房 你在作案的过程中 有没有使用一个就是一个铁制的衣架 有拿过 当时你用这个衣架是干什么用 弄来把母亲包下楼去 用衣架把你母亲包下楼去 是 是怎么个报法 就把那个衣架把它拉开之后 然后就放在母亲的那个鞋夸上 手臂的鞋夸上面 想着那样好包一点 就是从他的 也就是示范 你的动作你比一下 就示范一下 是怎么 从哪个部位 你示范一下 凤白莲 就这样的 这样子鞋挂的对吧 是 是个什么样颜色的这个衣架 你还能记起吗 这不请呢 请罚警 罚警 向被告人感示证据 是 就这样 不行人事的宋德芳 被傅白莲抱到厨房 那么接下来 被告人又对母亲做了什么呢 你回家以后 再跟你妈妈 说按摩的过程当中 你用那个注电的方式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 你又停止了 她一叫我痛的时候 就停止了 在这个就是 注电这个过程当中 有多长时间 是几分钟 还是几十秒 还是多长时间 请你说一下 几秒钟 那你在那个家里面 最后就是和你妈妈在厨房 你妈妈在叫你的过程当中 你是否有把你那个 侄儿的房门关好 是 你关门的目的是什么 当时就是 我就是不想让侄儿停下 停下我 停下我母亲在叫我 当你看到那个 你妈妈已经被电 住了以后 你是否有终止的想法 或者其他的想法 你妈就拉开了 被告人说 电机时并没有让他母亲立即身亡 而后他又拿起了板凳击 打母亲 根据现刊记录的内容 在厨房地面 在厨房地面有明显的脱拽的痕迹 在你母亲尸体的腹部 也有明显的在地面上脱擦的痕迹 你再回忆一下 它是怎么到厨房的 把它抱到厨房的 抱到厨房 是 是抱到厨房还是脱到厨房 抱 抱到厨房 那你对这个形成的痕迹 你如何解释 这个不能解释 那你有没有在之后 有移动他这个身体的这样的行为 在他躺在地上以后 有没有移动他身体的行为 回答我的问题 他在那儿我都没动过 你没有动过他是吧 是 那那个插线板是怎么到他的腹部的 案发现场 当时他的尸体是压着 刚才你所看到的这个插线板的 他是坐在那儿靠厨房上面 坐在地上的 你无法解释是不是 他当时那个头上面部有没有血迹 有 有血迹 那么按照你 之前的供述 你是为了制造意外奠基死亡的事件 那么按照这样的现场 实际上和这个意外奠基的现场 有很明显的矛盾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没有 被告人傅白莲 杀害了母亲后 就连夜逃离了现场 找了家宾馆住了下来 2018年3月10日上午 他接到了哥哥打来的电话 被告人傅白莲 用名字啊 就是2018年3月10日早上 有谁告诉过你 连夜逃离的消息 我哥 跟你怎么说的 他说 妈不行了 被告人傅白莲 用残忍的手段 杀害了亲生母亲 那么他究竟为何 一定要这么做 他与母亲之间 是否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呢 最后人傅白莲 我问一下 你和你的母亲 宋德方之间的关系如何 挺好的 那么在你的眼中 你的母亲是怎样的人 就是为了 为了他的下一代 他可以付出他的全部心血 然后你家里 就是你父母 这些就是他们的那个情况 你沉睡一下 我父亲在 我十多岁的时候 去世了 你有几兄妹来 两个兄弟 请问你那个母亲 他也是孤儿是吧 是 相对就是你父亲 离世以后 是你母亲带着你们两个长大 对吧 是 法庭上 被告人傅白莲称 自己的母亲是一个 可以为了下一代 付出全部心血的好母亲 因此他们母子之间 应该不会有很深的矛盾 那么被告人 与他哥哥之间 是否有矛盾呢 你和你和你的大哥 父学贵之间的关系如何 挺好的 那那个父学贵的孩子主要是由谁在照顾 我母亲 对你母亲 就是照顾你 大哥的孩子的这个事情 有什么 当时认为 他 他把我只带了十多岁 然后就可以带我的孩子了 当时就比较固执 就没有 顾及他的感受 被告人傅白莲说 母亲在老家帮助照顾哥哥的孩子 却不去广州照顾他的小孩 他觉得母亲有些偏心 你母亲不愿意带 帮你带孩子是吧 不是他不愿意 是他 适应不了那边的生活 那你有没有因为这个 对他产生怨恨 有没有 有一些 仅仅因为母亲不帮自己照顾孩子 就对生养自己的母亲痛下杀手 而且还制造触电身亡的假象 显然说不过去 那么被告人傅白莲 究竟为何要这么做呢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到达被害人宋德芳的家中的时候 凌晨的时候 凌晨的时候 那么在这中间一段时间 你是否还搜索过 制造意外 试过死亡 保险里皮的一些网页 当时一打开 打开浏览器就 就看到 之前 之前那些网页还没关 然后也看了 也搜索了 是不同的网页吗 嗯 是 我的意思是 你一打开就全部弹出来 还是分别打开的 就之前的 浏览的网页历史记录 它 它还保留着 是这样吗 我希望你如实回答我 当时看到之后 自己也搜索了 自己搜索 是 为什么你在回家之前 还要搜索这些网页呢 就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 了解什么 了解是怎样 怎样骗保险的 被告人傅白莲作案前 在网络查阅过 如何制造意外事故 骗取死亡保险理赔的相关网页 那么他为何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 难道与杀害母亲的行为有关吗 你有没有为被害人宋德方 也就是你的母亲 购买过人身意外伤害险 有 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 元旦的时候 你再回忆一下 你购买的时间 是不是在2017年的11月 是 那么当时 你购买保险的过程中 保险代理人 有没有告诉过你 如果你为被保险人购买 需要经得被保险人宋德方的同意 就是你购买这个保险 是不是要经过宋德方的同意 是 那你有没有告诉他 告诉了 你还有没有告诉过你其他的家人 比如你的哥哥和宋德方的 其他就是亲属 我没有告诉其他人 被告人傅白莲在2017年11月 也就是案发前的四个月前 给母亲买过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 那么远在广州的他 为何要为母亲购买这份保险呢 难道是出于孝心吗 你当时为宋德方 购买这个保险的目的是什么 当时买的时候是为了 他后来又直接上班了 然后为了减轻 家庭负担 傅白莲 希望你如实回答公诉人的提问 现在第二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你在购买保险前后 有没有在网上搜索过 制造意外死亡事故 并且进行保险理赔 有 你为什么当时要搜索这些 前面是出于一些好奇 然后在自己浏览的时候 浏览网页的时候 他自己就弹出来一些 就出于一些好奇 就自己就不断地搜索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搜这些东西 买保险之下 但是出于好奇 然后买了之后就 就像 就像片保 你明确一下 你所谓的片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意外片保 是不是制造 被保险人意外 事件的假象 进行骗保 是 随着庭审的进行 这起沙姆案的背后真相 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被告人傅白莲 之所以杀害母亲 是想骗取保险公司的赔偿 那么 是什么原因让他有如此 丧失人性的想法呢 说到你想在广州买房 之前 案发之前 有没有看中的房子 没有 没有 只是 大概了解了一下 大概是哪个区域的房子 南沙区的 南沙区 大概需要多少资金 一百万左右 一百万左右 那么你手里边有多少现金 资金的缺口有多大 手上有二十多 手上有二十多 也就是说你的资金缺口有八十万 按照你的说法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那么你有没有打算如何来解决这个资金的缺口 没有 当时就考虑首付款 有没有考虑过 通过杀害你的母亲 骗取保险金 来解决这个购房的资金缺口 后面有考虑过 后面有考虑过 什么时候开始考虑的 是不是买保险以前 就是在那期间就 萌生的这种想法 在购买保险期间 具体的就是在2017年11月以前 是不是 差不多就那个时间 要明确一点 不是差不多 是不是在你购买保险以前 你在和这个保险业务员沟通的时候 就是在沟通买保险期间 就萌生的这种想法 哪种想法 意外想骗保 是杀死你母亲来骗保 是不是 当时是有这种想法 被告人 傅白莲的辩护人有无证据向法庭举示 有一份谅解书向法庭举示 受害人宋德方的 儿子傅学辉 也是傅白莲的哥哥 他基于傅白莲 案前他没有其他那种严重的不良行为 且暗后有悔改的态度 他自愿对傅白莲进行了谅解 也希望法院在谅刑的过程当中 对其从轻判处 给傅白莲一个改过自行的机会 这个谅解书是2019年2月13日 傅白莲出具的 傅学会为傅白莲出具的 将谅解书交由公诉人致证 被告人傅白莲的哥哥的一份谅解书 希望法院能从轻判决 对于这份证据 公诉人会如何致证呢 就这个谅解书我想问傅白莲两个问题 傅白莲 我看到你哥哥傅学辉 给你出了一个谅解书 你自己觉得你这个行为 淋补亲会原谅你吗 我自己都没法原谅自己 但是我希望 有更多的机会人 没有弥补 弥补亲人伤痛的机会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 对吧 好 什么呢 我对这份谅解书 发表一下致证意见 首先 公诉人认为 这份谅解书的落款 是只有傅学会一人 而被害人宋德芳的近亲属 其余近亲属 没有救 就是是否谅解 被害人 对那个被告人傅白莲 是否谅解 进行表态 另外 本案就是傅白莲 就是直至现在 没有救 就是被害人的家属 进行过任何的赔偿 第三就是 本案的犯罪情节特别恶劣 被告人傅白莲的犯罪手段特别残忍 犯罪动机特别卑劣 即便本案有谅解书 都不足以对傅白莲重新出发 这是我们的执政意见 发表完毕 被告人的行为 究竟应该如何认定 接下来的法庭辩论 公诉人 有怎样的辩论观点呢 今天我着重就本案 辩方提供的一份谅解书 发表公诉意见 我们的意见 公诉人的意见认为 该份谅解书 不足以对傅白莲重新出发 被告人傅白莲的杀人动机特别卑劣 杀人目的特别明确 杀人手段特别残忍 后果特别严重 依法应当判处被告人傅白莲死刑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傅白莲为自己一己私利 为获取保险赔偿金 而残害生育抚养自己的母亲 其作案动机特别卑劣 作案手段残忍 罪行极其严重 必须依法称呼 虽然被害人家属 对傅白莲进行了一定的谅解 但根据本案傅白莲的罪行 不足以从轻处罚 应当严厉打击 建议何一庭 依法判处被告人傅白莲死刑 那么对于公诉人的辩论观点 被告人的辩护人会做何辩护呢 他的本质上并非是那种大奸大恶的坏人 无赖他的父亲早逝 然后从小家庭条件非常的困难 虽然从小就懂事的被告人 他自卑 后因为读书 结婚请客欠债 婚后生育小孩 然后小孩生病欠债 为了赚钱炒股 然后投资又欠债 在因小孩的那个带养问题 住房问题 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 家之其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 长时间一个人承受着各种压力 特别是在他母子之间 夫妻之间 以及亲人之间缺乏沟通 为能处理好 他们之间的分歧 矛盾 他心里长期的扭曲 然后最终出现了 严重的抗压失衡 这种状态 一时的思想浮屠 导致了本爱的发生 被告人傅白莲的辩护人认为 被告人由于一念之差 酿成了自己的错误 但是他的行为系初犯 也没有犯罪的前科 假之被告人傅白莲 还有一个很小的孩子 这个孩子也需要父爱 因此希望法院 酌情对其从轻出发 那么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现在由被告人傅白莲 自行辩护 母亲寒心如故把我养到 省知甲用红我上学 而我却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我后悔莫及 我在此向女士的母亲道歉 对不起 我在此恳求杨法官和陪审员 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恳求亲人们给我一个弥补伤痛的机会 毁罪人傅白莲 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 法警将被告人傅白莲送回监索 继续积压 现在休停 四川省自共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敬老孝涕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美德 是民族内涵的品质和精神 对维系家庭亲情关系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维持民族永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被告人傅白莲 为骗取保险金满足义己私利 将其母亲宋德方杀害 严重亵渎人伦 践踏我国敬老孝体的亲情观 家庭观和道德观 犯罪动机极为卑劣 行为性质极其恶劣 社会危害性极大 虽然被告人傅白莲到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当庭认罪毁罪 并得到亲属谅解 但由于其主观恶性极深 犯罪情节极其严重 行为性质极其恶劣 社会危害性极大 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为保护公民的生命权 不受非法侵害 维护我国敬老孝体的亲情观 家庭观和道德观 根据被告人傅白莲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2条第57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人傅白莲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